总导演肖唐华 肖导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赞成和亮点 有请 我还是在站在这儿的时候 我想着做这个广告 这边好事业大 我也很激动 这次能够北美的一头条和地产中开 和我们的承办方都要求我来当个导演 我说心里话还是心里有压力的 为什么呢 刚才扣费说的一二三这三条 真的是说了我心里行 所以说有三就有四 有四就有五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把地产好生意 这个第三件把它做得更好 更大 为我们的第四第五届这个品牌做得更出色 这是我最大的压力 所以这次呢 我们这个 首先我真的感谢我们媒体朋友们 我本身也是媒体的议员 但是呢 我感到这么多媒体朋友 多了老朋友 来支持这个项目 这是感谢啊 我们同学多说了 还有我们的主办方 他说了很清楚 如果没有在座商对我们的支持 那对 事业做不好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钱是万能能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活动一定做得好 所以根据呢 那个组委会给我的精神 所以我设想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 两场预赛 23号礼拜天下午在这 27号礼拜四晚上在这 我们两场预赛 欢迎大家都来 预赛完以后 我们大家做充分的消化 决赛是在12月10号下午在22号 以此的帕 另外一个地方 那是个很好的场地 我们在这搞 所以我这次呢 我就想呢 我们这次也出了新的花招 就说呢 我们除了专业的评委 请了我们真的是大腕评委 刘玉贝老师 陈琳老师 茉莉老师 还有郑月秋美来 郑月秋老师 还有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江小老师 这个牧城老师 他们都有没时间来 我请的这12的评委 都是所者有名的 在多伦多 所以我们除了在专业性 这个地产好生意 因为你搞地产好生意 你生意得好啊 你生意不好就起不来呀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的评委 来筛选我们多伦多地产界 而且这次我放大了 只要跟地产有关的 所有行业都可以参加 包括装修 原材料 地产是个一定的好 贷款 银行 租贷 反正你是跟建筑行业有关的 都是合同我们这次参赛内向 所以说这次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广泛的宣传出去 而且我们的比赛的过程里边呢 我们除了评出好声音嘛 就是要有钻石奖啊 金奖和银奖 那是真正专业的 我还要搞出什么呢 我们这次就是亲子同台奖 夫妻同唱奖 还有企业推荐奖 还有最佳 盘当奖 那是我们地产事业要把它做好 离不开我们整个社会对地产行业的支持 所以这次我们除了专业的奖项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很接地气的 我们就是既然有阳春来写 我也有夏里巴仁 我觉得我们的最后的我们的想法 就这样 把这个活动做着既有专业性 又有它的预乐性 这样的我们大家就会喜欢这个项目 正如扣飞所说的 我们要把它做强 做大 除了三到四到五 好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 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给我提 我们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好 好上加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